来自灯和光视频系列信息 回归真神619 实现世界和平 首先要消灭人类的罪性和撒旦的诱惑 人类的罪性加上撒旦的诱惑就等于罪 可见罪使这个世界充满混乱和苦难 阻碍我们实现世界和平 约翰福音8章34节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人类的罪性使我们沉迷其中 撒旦的诱惑使我们陷入更多的各种引头之中 让我们成为罪的奴仆 罗马书3章23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神是圣洁的 当我们犯罪时 我们给神带来羞辱 神是光 当我们犯罪时 我们就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 失去了永恒的盼望 罪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例如 成为罪及邪恶欲望的奴役 带来身体和灵魂的毁灭 会与神的同在和恩典永远分离 造成与上帝 他人 自己和创造物的疏远 我们做了恶事 就要承受后果 我们的言语和行为 伤害了自己和他人 我们违反了上帝的律法 将面临他的愤怒和审判 我们会经历无尽的内疚 羞耻 恐惧 痛苦和悲伤 我们可以通过行善教育 心灵冥想 弘扬道德 从而成为更好的人 可以减少人类的痛苦 但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性 常常违背自己的良心 想出很多的恶念 做出很多的恶行 我们也无力抵抗撒旦的诱惑 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 属灵邪恶势力的统治者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人类犯了罪 遭受了心灵疾病 需要一位心灵医生来治愈我们 他就是耶稣基督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心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真神已经赐给我们 他的灵 他的话语 他的恩典 他的军装和他的子民 来帮助我们战胜 邪恶的欲望 真神还赐给我们 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击败了撒旦 并把我们从撒旦的统治下释放出来 耶稣基督是使人获得自由的原因 因为他完成了伟大的救赎工作 一 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 使信他的人不再受律法的约束 二 他复活的生命胜过了罪 使信他的人不再受罪的捆绑 三 他在十字架上消灭了魔鬼 使信他的人不再受魔鬼的压制 四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审判 使相信他的人不会受到死亡的威胁 耶稣是拯救罪人的医生 但首先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罪人 认罪悔改是基督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主要不同因素 认罪悔改 要承认自己是罪人 自己无法拯救自己 然后要高举真神 接受耶稣的救恩 西伯来书八章十二节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 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 我们的罪就已经被赦免 并且在父神面前成为义人 效法耶稣的榜样 我们就能抵挡撒旦的诱惑 成为在人面前的义人 约伯纪一章六节至十二节 神允许撒旦来试验神的选民 神让苦难进入人的生活里来试验人的信心 撒旦是神的堕落天使掌 他的权力和能力都在神之下 所以他还是要顺服神 启示录二十章十节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壶里 就是受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当神的审判日到来时 撒旦和他的追随者将被扔进火壶里 这样他们就不能再诱惑人类了 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意居在其中 在新天新地的世界里 没有了人类的罪性 也没有了撒旦的诱惑 我们能想象这个世界将会有多么和平吗 我们渴望世界和平 但首先要消灭人的罪性和撒旦的诱惑 要根除人的罪性和撒旦的诱惑 那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先接受耶稣的救恩 人们就该起散了 其实我们所义的那种 是要感到对象的 在该月的诱惑 在这里 他经常不管你 在这种争惑 对象 他非常好 对象 我会